HELLO 大家好,我是雷吉娜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日文杂志 那我要分享日文杂志呢 不是女性时尚流行杂志 而是户外生活杂志 大家对日文的杂志一般有什么印象呢? 像以前我早期会买的话 就是日文杂志 女性的那种日文杂志里面就会附入好多 很多样的有包包啊,化妆包啊 还有那个化妆品试用 有的甚至还有后背包 琳琅满目我超喜欢 只要去成品书局那一类的 我超喜欢去逛那一区块 然后就看说这一期日文杂志 又附入了什么 那因缘机会下呢 因为踏入露营界 然后就会开始看一些 就是日本的那个IG 追踪一些日本露营的那个玩家的IG 那我们就会介绍一些日文杂志 那发现说 原来日文的户外杂志 就是也会附入一些赠品耶 所以我就特别的关注这一块 而且它附入的赠品都还蛮实用的 所以我就会 就觉得说还不错 所以说想说来跟大家推荐 那我现在手上拿着这一系列 我买这一系列 大部分都是这个B-Pay 它每一起几乎附入 都会附入一些还不错的东西 像你看我手上这一本 它就是你看附入这一条 这一条运动毛巾很方便 那你看它 它内容它有的 比如说它就会教一些户外的 户外的那个生活的东西啊 甚至有的是还会有一些 有一些周边 你会觉得说还有一些食谱 你会觉得说啊好不错喔 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东西喔 这是其中一本 那还有 我觉得这个是那时候 我觉得很惊奇的 这是去年2019年4月的 那它是附入一个小型的焚火台 你看这么小 它就会像你看它附入这边 它会教你怎么样使用 那这个东西在这里 它是真的可以做使用的 我来看一下怎么组装嘛 那这个煮好了呢就是像这样子 再来呢我要介绍这一本 这本是今年6月的 那一看到它的预告的时候 看到说 它有这个感觉好厉害喔 那马上就去把它买来了 它很不错 它这个其实是有大概有11个功能 这样子扣的 然后这边 这边其实是一个十字 那这边是一字起 然后这边可以测量那个角度 还有这里是六角板锁 然后这边开屏 很多功能 还有尺这个功能 这个东西很精致 而且它是callman的 我觉得那时候看到 哇一定要收藏 当然收藏起来 好像还没有带出去过 我们下次录影 一定要把它带出去试试看 那同样你看它也是一样 这里有一些日文的说 那个说明 因为我查Google翻译啊 有点看不太懂 那如果懂的朋友呢 麻烦回复我 好不好 谢谢 那这一本 这一个月呢 它是在讲一些刀子的 刀子 可以怎么样使用呢 然后还有刀子的品牌 那它也会有一些介绍 就是说 日本哪一些地方 有一些户外的那个 点啊 可以去露营啊 这样子 我们以后都可以参考 你看好像它真的 它这里也有食谱 然后还有一点啊 就蛮喜欢说 它都会介绍车子 我会喜欢看 他们日本杂志里面 这些介绍车子的 就觉得哇塞 他们日本的那个 车子都好 感觉都好不错 都好适合去露营哦 这是那个今年的六月号 那再来 这是今年的九月号 因为它有附这个碗 这个碗还不错 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那个 刀子的牌子 然后它是130周年 这个也 这个大概是100cc左右 其实也蛮方便 就是这个 这个刀 这个牌子 一样你看 还是有介绍车子 然后再来是十月 这是上个月的 这一本 那时候也看到 也是看到预告 就想说 这个夹子 感觉好厉害哦 在这里 买来到现在 还没有拆过呢 把它拆开看 这把刀子 这把夹子 还是made in japan 所以我觉得说 它们这些日文杂志 真的是 诚意满满 我来看一下 组装方式 它是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直角 可能可以做一个 这个 裹架之类的 然后 我觉得我超没有组装 组装概念 就变成这样子 可以夹 夹东西 那拆开来呢 就可以这样子 如果你有酒精乳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把酒精乳放在上面 就像这样子 就像这样子 放着 当然呢 它还可以当刀叉 你看它这边 这边有锯齿 还有叉子 可以切肉 好 那收纳起来也是很方便 如果你有买这个 便当盒的话 就可以放在那里面 咯 这个东西还不错 好 那同样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一个的内容有什么 好有各式各样的粉火台 甚至还有泡咖啡的 你看 你知道吗 还是有汽车的广告 那再来是 十一月就是这个月的 这个月的是 这个是打火石 在这边 这个东西很好用 可是因为我在室内可能 比较不方便使用 那它就是 大家应该会 这样子 这样打下去 它就可以产生 那个火花 然后就 比如说 比较干燥的草堆啊 那你这样打下去 就可以起火了 这个东西也很实用 你看它这边 就有介绍说 怎么样去使用它 这一期还有介绍说 你可以找哪一些 来生活 比较类似于野稀 野稀露营的感觉 当然啦 这次有一些 食材 忍不住 翻得起来呢 哦 一样汽车广告 去年啊 去年的十一月 它有出一个这样子的 算是一个组合 就是 大全 焚火料理大全 就是有这一块铁板 然后还有这个焚火台 它就是有一个 出一个这样的特辑 然后 我也有入手 那它的铁板在这边 它这个铁板还蛮厚的哦 而且还蛮重的 厚重 那其实它真的是可以做料理的 这样子 然后把肉 一样就用这个 点火 点火 然后在这上面做料理 你看 而且还很好吃耶 上次我有看到这一个 我下次录影的时候 想要来试试看这一道食材 感觉超好吃的 我要用那个 荷蘭锅来做这一道料理 这个后面也有介绍一些炉子 都很不错哦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有在录影 所以有注意这一些户外的杂志 然后我是觉得说 VPEL真的还不错 它就是 你看它的附赠的赠品 都是还蛮实用的 所以我觉得 而且里面的 里面有很多资讯 我觉得都还蛮 就是 虽然说看不懂日文 但是看看图片 就像我之前买日文的那个 流行杂志也是 其实是看不懂日文 然后 但是看看图片 然后大概的猜测一下 我觉得也还蛮 都我觉得都蛮实用的 我觉得 他们日本杂志 这方面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赠品真的是很有诚意 不是随随便便感觉 就是好像很便宜 很便宜 就是说 买来就是当做垃圾丢掉这样子 其实都没有 你看它这些都是 都很实用 而且用料真的是很扎实 尤其是这一块铁板真的是很漂亮 日文户外杂志 其实不只 不只只有BPAL 它还有那个 还有很多 还不错的 其实 像成品书局啊 然后还有鸟屋啊 他们那个日文杂志区 都摆放蛮多的 大家都可以 如果有去的话 可以去那边参考看看 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日文户外杂志 还有它的赠品 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